农夫开着割稻机 在金黄色稻田里来回穿梭 将直挺挺的稻碎瞬间产平 同时将稻谷稻梗分离 丢弃稻梗留下稻谷 整个采收过程和一般稻田没什么两样 但差别是这块稻田是有机田 非有机的那只是惯性 所谓的惯性就是说 一般的可能在每个时机点 虫药病害 那这个就是用药剂来去做控制 那差别上就是使用的制裁 以及管理的方式 有机田采收完稻米后 立刻请卡车载运 只见卡车一就位 金黄稻谷便开始倾斜而下 将被送到粘米厂处理 之后就送进到校园 让新竹县血统享用 新竹县的血统有口福了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虎口香的有机米稻田 县政府打算在9月份的时候 将这批有机米导入在营养午餐之中 让同学们吃得美味又健康 让小朋友吃得更好 那也鼓励小朋友认识稻米文化 所以我们同时也有搭配 稻米的食农教育的部分 来推动我们的有机米 用清水清洗有机米 煮成粒粒饱满香喷喷的白饭后 小朋友排队拿碗盛装 之后淋上咖喷酱 今天的营养午餐 吃的是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咖喱饭 或许因为米饭是有机的关系 让不少小孩子吃得更加津津有味 上面的饭都会比较粘腻 然后比较不好挖开 这个饭就比较空虫 就比较好挖开 比较好吃 每天就是要五公斤的米 那学生吃米的预约很高 每周供应四次 以新竹县福隆国小为例 每天五公斤的米 一周供应四次 一周的量就要二十公斤 虽然有机米价格比一般米高一点 但其实成本增加有限 增配到每个小孩子 每天吃的米量的部分 大概一天只有三四毛钱左右 所以对于整个供应 营养午餐的部分 应该是没有成本上压缩的问题 简单的白米饭 从无到有可一点都不简单 不只是吃的健康美味 也保障了农民生计与环境永续 明师兄黄兆康 新竹报道 桂兵肠